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基隆市议会国民党议员提案 鉴请基隆市政府研议发放染疫慰问金 却引起民进党籍时代力量议员不同的看法 双方唇枪舌剑各持己见 我为了这一笔的一个补偿金 我可以的去做染疫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我们不能排除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政策提出来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件事情 那第三件事情 我觉得基隆市议会不应该沦为 国民党市长候选人谢国良背书的 他的政策背书的一个单位 大家可以知道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提出 前一阵子在五月多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看到看板 小孩爸爸针对于基隆市的染疫者 或者是亡顾者 争取所谓的一万块的 这样的一个补偿津贴 那所以我今天来讲的话 我为什么我觉得很吊诡是 为什么国民党团要为了 这个基隆市长候选人 谢国良的一个荒谬的一个政策 来做背书 那我们的议会 为什么要做为了这件事情来做背书 能够做在议事厅里面 大部分头脑都非常清楚 提案人只是建请市政府 我没有说叫市政府一定要这么做 那市政府你们自己去研议可不可行 对不对 我们没有强制说市政府一定要这么做 我只是要建请市政府研议 但是拜托以后不要再讲这么一句话 为了要领这个保险金也好 或者要领这个卫文金也好去染疫 他是拿生命做赌注 这很可怕的 所以在这边呢 我是期待我们每一个人互相尊重 但是真的不要把人性想得这么恶 我自己是一个染疫者 确诊者我知道了 那个的痛苦 虽然我是轻症非常轻的 可是我看到我的亲人很痛苦过 真的就是快要死亡的那一接近死亡的 39度多烧了三天多 你想想看多可怕 那是真的要接近死亡了 所以不会有人为了领这个钱 然后去确诊 你为什么会对 其中比我们英国嘛 所以你才有染疫啊 我们要太多了还是这样的 因为你生活上 没想像我们这么 我们在座这么多的人 赞赞金金你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没染疫 还够拿全民八成的费花钱 所以叫他税金 来让他没消息 刚好没消息就去染疫的人 让他为他们为我们赠 让他站在那边 跟我们的立场 大多数人是无人意的 你来买这就是全国统议 为众议来保证 这样不知道 不要因为说这样子是把这个疫情 把它政治化 我们在这边也希望说 市政府能去 深刻的去把它研议 把这些事情把它讲清楚 能够以后如果说有发放 慰问军这件事情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机制 增列染疫者跟阴染疫死亡 慰问金 那我们可以知道是说 有一些候选人有提到说 每个染疫者一万元的 染疫金跟每个死亡者的 那个慰问金是三十万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 以前在五万八千多人 其实算出来的话 就是已经是五十八亿了 那死亡的慰问金的话 如果真的要照这样发的话 它就会是三千万 所以等于是说 以这么大的数 大家知道五十八亿是多少吗 是我们现在的预算 刚刚我们审完的 这个追加减预算 总共现在金融市的总预算 已经来到两百二十亿 五十八亿的预算 就直接占了四分之一的 金融市政府的经费 总预算 所以如果我是金融市长的话 我不会觉得这样的政策 是可行的 因为老实讲 这只是一个最后最后的协助 不过因为属于建议案 没有强制性 最后金融市议会联席 审查会主席庄龙青 还是才是通过 鉴请市政府研议评估办理 不是因为指挥中心做得很好 台湾的防疫才好 是因为民众的自主管理 把口罩戴好戴满 我想没有一个人想去染疫 尤其是经济比较弱势的 他要去工作 他不小心染疫 同仁有接到民众的 这样子的信息 所以才提案 请市政府来研议办理 所以我们这个是议员的一般提案 我们就不要再讨论了 就请市政府 好好来研议办理 那如果在年底审查预算 真正有编列相关的预算 你们再提出来 不管是赞成的或是反对的 有意见再提出来 好不好 那我们就本案通过 而事后国民党基隆市长参选人 谢国良方面质疑 市议员陈伟仲把染疫未问金 总金额算错 5.8亿元算成58亿元 没有改口相当遗憾 之后市议员陈伟仲也发布新闻稿表示 自己数学不好算错是事实 也对此道歉和刊物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